我家哪有白色的车 我那自行车都是黑的 我什么时候穿过粉的 我画着味的都有粉自针 你不知道吗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张亮 欢迎来到新养红人五毛访谈 我们来聊五毛钱的说谎 胖是金 我觉得灯光可以暗一点 再暗一点 好 明星充当主持人的角色 需要明星以主持人的语气 对自己进行提问 好了 今天我们有很多问题 要问张亮先生 包括美食 包括车 健身还有演技 请问张亮先生 最想先聊的哪个话题呢 那我就先选健身吧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跟张亮先生 先聊一聊美食 如果你在家做饭 吃完饭 谁刷碗 谁最后一个吃完 这个碗呢 就会包给谁刷 美食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美食的意义是在于 分享 不错啊 张亮先生回答的真的很nice 接下来张亮从健身车演技中选一个 怎么又让我选 这次我不选了 你就说吧 你想问什么问题 相信我 这次我绝对不会跟你开玩笑 确定啊 确定不跟我开玩笑了 那好吧 那我就选车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跟张亮好好聊一聊车 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要问一下张亮先生 健身的时候最常练的几个动作是什么 不是说聊车吗 好吧 健身我也感兴趣 健身我最喜欢的几个动作应该是 跑步 Bolby 器械的训练 请问张亮先生 健身和美食你觉得冲突吗 我觉得健身和美食完全是相互很融洽的 我觉得既然自己有脸吃那么多美食的话 我觉得健身量一定要提升上去 如果一种药水喝下去之后 不用健身也能保持好身材 代价就是身高减少5公分 你会用吗 我觉得我也不在意那5公分吧 OK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演技吧 你这回真的都不问我了是吗 张亮请问你 你自己觉得在流量书圈有一席之地吗 我什么时候知道输出了 改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你在彩虹的重力里饰演一名IT男 你觉得你的发量符合IT男的标准 也不是每个IT男都发量少吧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 IT男多可爱啊 对 如果张亮先生胸口碎打时上了热搜 你觉得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 经纪人买的吧 也有不可能做那事情 主要是没有那个本事 张亮还想不想主持人问关于车的问题 完全不想 好的 张亮给男士推荐最实用的护肤品 一瓶水 然后一个眼霜 还有一个面霜 然后平时多敷一下补水面膜就足够了 然后多运动多出汗 好的 看得出张亮今天跟我们聊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下面马上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好 下一个环节 采访前 我们会准备几道关于明星日常的一些小问题 明星和经纪人同时作答 两人所回答不一致时 则会同时受到惩罚 张亮昨晚没有洗脚 张亮觉得白色的车不好看 我家哪有白色的车 我那自行车都是黑的 我家有白色车吗 还没有 扣钱啊这次啊 来 张亮最讨厌粉色 我什么时候穿过粉的 无几无压 摸摸打喜欢 你不应该喜欢吗 扣钱啊 张亮觉得加飞猫比布偶猫可爱 张亮想尝试染一个颜色的头发 小微笑 我又有张 张亮知道今天很多小秘密 张亮不知道乔治是佩奇的弟弟 这我真的知道的 张亮从来不挤脸上的痘痘 我画这味儿的有粉刺针 你不知道吗 扣钱 明星需要在卖钱吃雪饼 但是声音不能超过规定的分贝 如果超过则会受到惩罚 下面 由张亮挑战50分贝吃雪饼 刚刚是50分贝导演又后悔了 对 对 没有你们这么整人的 你直接砸一锤就得了 下面由张亮挑战40分贝吃雪饼 刚刚是50分贝导演又后悔了 过了吗 这个太难了 我再试一次 我只能给我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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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